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经证读》 今节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牧养专业 我们已经开了一个牧养的Facebook专业 专门放一些和牧养相关的资料 就会开始放下牧养专业 这个牧养专业的内容,无非是牧养和牧养相关的内容 我们《圣经经证读》的原则 就是透过圣灵明白圣经,通过圣经认识圣灵 我们理念是以教导、牧养、宣教来建立神荣耀角度 所以教导那方面全部都是讲圣经的内容 而另外,讲宣教的专业 我们会讲教会历史、宣教士和殉道者的历史 而另一个重点就是牧养 所以我们会将牧养的资料放在这里 耶稣这样跟我们讲的 就是说,你牧养我的羊 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接着,彼得的回答就是 主呀,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而这里,主的托父就是说 你牧养我的羊 你牧养我的羊 那怎么牧养呢? 怎么牧养呢? 彼得呢 就是这样说的 有得行 加上知识 加上节制 加上忍耐 加上乾敬 加上爱弟兄的心 而使徒行传 一开始也是这样说的 就是你要悔改 你要受洗 领受圣灵 如果你离开了这个教导 就是一个错误的教导 就会引到人 离开了盼望 离开了信仰 我们透过这个信仰去踩上去 就是一个盼望 这个盼望是刚才所讲的内容 因而再想的 就是爱众人的心 所以这里是讲一个熟灵的品德 那里面就是重申一次 就是有信心加上得行 得行加上知识 知识加上节制 节制加上忍耐 忍耐加上乾敬 乾敬再想 就是爱弟兄的心 然后就是爱众人的心 而另外除了彼得之外 也有保罗 保罗就跟他的最大的弟子 就是提摩泰 就跟他讲话 可以叫人小汉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所以当我们牧养 和喂养的时候 在哪几方面着手呢 就是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清洁上 那我们当然都是以圣经做主导的 比特在他最后的遗书里面 就跟提摩泰说 圣经都是神所密事 于教训、读习、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与被行各样的善事 以乎所书最后里面有讲到 属灵的军装 包括有 圣灵的保健 真理的腰带 救恩的头盔 平安福音鞋 信德的盾牌 以及公义的护心脚 另外也有讲到 圣灵的果子 包括人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以乎所书第五章里面讲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诚实 基于以乎所书里面讲的内容 至少有几样东西 我们会这样来到 牧羊的 就是这样讲这些内容 包括就是 爱女的关系 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然后两代的关系 就是父母、子女 而下一层呢 就是主博 再下一层呢 就是团契的关系 所以会有这几重的关系 就是关系到牧羊的 而另一边呢 就是一些功能性 功能性的包括在 音乐敬拜 恩慈的侍奉 祈祷的服侍 或者零生默想 都是这些内容呢 都是关于在牧羊里面 所以这些资料呢 就会放在牧羊的 专页里面的 那好了 那好了 今节呢 就是开一个题 给大家知道 有一个牧羊的专页 那之后呢 影片 关于牧羊的 牧羊的东西呢 就会放在 这个牧羊专页的播放清单里面 那也都放在这个专页里面 那大家找的时候呢 就可以在这些地方里面找 好 那今节呢 就讲到这里先了 祝福大家